主席 各位长官 各位先进大家午安 我是编号11号的高雄县教育会的业务承办人王立德 我们理事长陈国基先生很关心这个会议 他因公不可前来 在四十个向各位先进请安 刚才也聆听调教长跟我们报告 有关于陆生来台的说明 在这边我也要发表一些新声 因为我自己在高职中等教育高职学校服务 我也发现说我们目前台湾的中等教育高职学校 拥有很丰富这些资源 同时我个人也觉得很有优越感 我们的高职教育很远远领先 对啊 延迟那当然我们想说未来 我们要看未来 未来可能也不能忽视我们大陆这个地区 他们的教育发展跟他们未来的国际地位 延迟再次啊 因为我看报章媒体都常常在琢磨 大陆院校的陆生来台 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希望把高职这个领域来列入参考 看看是否有是否可行 报告完毕 好谢谢 我们是一个一对一呢 还是累积几个问题再一起回答 各位看怎么样比较好 累积啊 OK好我们要民意要充分表达 帮我请请 我是20号高雄市交易改革社会理事长黄先祝 刚才我听教育部那个廖科长 他说中国大陆年车子来台湾救谁 就是不连打工也不连考我们的中央和学 公教领域 但是我要请问 假如他的孩子来到台湾求谁 那么爸妈从中国来到台湾 他来创业 那可以他来创业就是说 我最近已经交到你们台湾 而我在台湾经营了私约 我的儿子在学校练书 那么他以后定期了好几年 他当然有这个权利 他的儿子来 考这个公务连连 而创业而积业 那你总不能说 那你不学吗 你要回答如何 那请这个廖科长各方面 详细的说明 以上 谢谢 谢谢 李师傅提的导致 来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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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来回答吧 我简单的回答 因为我们也不能逃避 这样提出来的问题跟意见 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国大陆到台湾的旅游 这我们当然要几率去争取的 中国大陆一年出国观光的四千多万 去年四千三百万 那么今年我们可以争取到七十万左右来台湾 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其他国家可能要花十年 因为我们要知道中国大陆是封闭的一个社会 对台湾是有提防的 我们是开放 刚刚你讲的对 我们可以反共战 我们很多方面比它很先进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顾虑的 所以开放速度不会太快 可是这一方面表示 人家对我们其实也是蛮够意思 它给我们特别快的速度 一年就送过来的 各位知道它要快要慢 它可以掌控的嘛 一年可以来一个六七十万 其实这个速度 对中国大陆来讲 别的国家可能要花十年 那么当然最近又受到一些影响的风灾 有其他的事情受到一些影响 跟我们的交通部观光局 持续都跟对方共同 希望对方可以把相关的管理做得更松散 像有一些人觉得 我们可以开放个人型 大陆感光可以增加 希望我们这么来做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各位误会了 问题不在我们 是对方不放 个人型它更难管控 不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欢迎它来 有吗不行 我们很自行的地方 所以就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 不是我们单方面可以来做的 不过我们的观光局持续 跟各位报告 我们持续不断的跟各位 在这过去一年来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进展 中国大陆观光 刚才来台湾 有很多的进展 使得很若干的瓶颈逐渐降低 才可以有今天这样的一些成型效果 当然南部因为受灾 所以也直接影响到 路克来台的或者赖台 包括来南部的医院 这个我们会持续跟对方来协商 我们要把我们赶快 赶快弄好 现在阿里山也弄好了 赶快让对方来说 其实我们我是台东人 其实花莲很多可以看的 中部很多可以看 南部还有很多其他成型 我什么可以看的 孔子庙可以看 你不一定要到受害的地方 我们持续会跟对方来说明 然后未来假如两岸现在还没有 假如未来要谈到 比如说观光客 各方都有需要设立办事处 的话 我们也会希望以南部来做考虑 其实今天是第四次江城会 其实我们原来规划就是在南部 不要在台北 可是现在南部因为受到这样的灾害 恐怕会影响到这样一个规划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定案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排除台北了 不会在台北 四次江城会不会在台北召开 一定是台北以外 至于台北以外 哪一个地方我们还没定案 本来是希望南部 可是现在有时候这个灾害很大 所以我们会重新考量 各位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座谈会的 可以说我个人觉得是成果也很丰硕了 各位提出很多的很多的意见 很宝贵的意见 也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共同来 目标就是说 中国两岸外期 各位都知道 牵涉到我们中华民国 国家反而每一个方面 对中国大陆影响不大 它反正两岸稳定一点和平一点 不太稳定 对它发展不会影响它太大 美国继续跟它交往外资继续去 可是两岸做不好 我们一切受影响 经济受影响外资不来 我们至今会出到两岸不稳定的话 两岸不稳定的话 我们国防呢 压力很大 又一定要增加预算 还是不安全 两岸关系不好的话 我们内政也是大家很分裂 就说你何去何从 要不要对抗 所以两岸关系对我们影响太大 两岸不稳定的话 外交空间一定更索索 因为它压力更大 所以这是攸关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 全面都受到影响 这是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两岸关系做好的道理 可是政府单方面 我们几个人做不好 一定需要像各位这样关心 我们要发展 就发挥台湾的整个特长 我一开始说 我们的特长就 我们民间力量比对方强 对方的特长就政府力量大 可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它政治政府力量比民间力量大 它是专制嘛 那我们的特长是民间力量强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要继续仰赞各位 这样没有民间来帮助我们 我们两岸没有办法 政治没有办法推 可以各位报告的就是 我们的核心思想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一切我们的作为 都是环绕在这个中心思想 就是说如何提升台湾的竞争力 教育的竞争力 经济的竞争力 其他的竞争力 这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最中心思考 希望各位可以认同我们的想法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做了一天 也都没有打瞌睡 谢谢各位今天是对我们两岸关系的关切 那我们也感谢政府各个部位的代表 来跟我们共同在这里出席 今天一整天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未来两岸关系 我们中华民国建筑都会更好 我们相信一定会更好 谢谢各位再见